吃慢點了你 小心噎到 我一個懶教睡過了頭 如果再不快點就真的佔不到好作為了 你要去哪呢 你聽說過郭喜東嗎 聽說過 挺有名的設計師 我師弟 你師弟 嗯 我在向偉老師的指點迷津下 準備去蹭他的課 他來成績講國內近二十年的實戰經典案例 和建築作品 他是成績大學的優秀高材生 三年紅星設計獎的獲得者 徐宇人 你不覺得很浪費嗎 什麼 你學設計 不來問我這個 優秀的設計師男友 反而跑那麼遠去聽什麼講課 浪費時間浪費精力浪費人才 老師和設計師是不一樣的 怎麼不一樣了 設計師吧 是自己有才華 他可以設計好大房子 但是他不一定能系統地把知識傳達出來 再說 怎麼那麼忙 我也可以不這麼忙的 你不會是吃醋了吧 誰吃醋的 那個吃完早飯我送你去吧 不用不用 我吃飽了 我趕緊走了 晚上見 什麼 說好九點半的現在都幾點了 我的天呢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 今天是郭徐東 郭徐東老師 不是一个老师啊 这老师也太帅了吧 对啊 而且好年轻啊 同学们好 我是今天的客座讲师方知友 郭徐东老师因为家里有事 今天来不了了 临时联系我帮他代课 希望大家不会失望 好想说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华欣设计学院的毕业生 毕业之后设计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栋大栏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好的建筑作品 绝对不是一个设计师 自己简单的想法 以及工人简单的设计 太帅了 真正好的作品 是一个真正的将领 在自己有感和发的状态 我学建筑学的头都要脱了 怎么方老师的头发却那么浓 而且每一个都散发着帅气 有什么疑问吗 老师 你怎么这么帅 你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 不是我的教学汉传统 好了 刚刚讲的那款建筑 采用了中国传统土木乡土作法 谁能告诉你 其中除了砖石以外 还有什么 第一排穿红色衣服的同事 你可以回答一下吗 我国乡土土木建筑 有明显的地域差别 精力强振都不怕 有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去山西看一看 好 说得非常好 精美实用 还孕育出 阴阳相生相克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 这些都是孙卯的特点 可以说也是墓室建筑的灵魂 刚刚那位同学 发言得很好 我们继续 同学 请问你怎么成功 我叫徐玉仁 徐玉仁 加个微信 方老师 方老师 微信方便留意一下吗 以后有什么建筑方面的问题 也好请教你 我就说嘛 你来上课 谁的注意力会放在学习上 简直是荼毒祖国化的 想知道我微信 也先问一下他 什么情况 不是这样 你说我到底给不给啊 不行 不好意思 方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开 真的不好意思 鲜哥 你等一下 你谁啊 我是他助理